叫做下座长老 那刚出家的像沙米 他是要按照借纳的 那佛里面呢是 不要说这是不平等 这是佛教的伦理 按比丘 比丘尼 幽婆舍 幽婆仪 七众弟子这样排班 那有一个守陀罗 奴隶他先出家了 出家了以后他很欢喜 后来呢又有王公贵族要出家 因为晋放王当时觉得呢 他很护持释迦牟尼佛 就叫了很多贵族出家 那出家的话当然是新学的 佛就跟他说 你闺命三宝 向佛顶礼 好 他们向释迦牟尼佛顶礼 对法顶礼 经典 然后最后对僧众顶礼 僧众就全部要顶礼 结果顶礼的时候就要一个一个拜 拜到那个奴隶 他们就拜不下去了 他说我怎么要对奴隶呢 佛说拜下去 他的戒纳比你高 你就应该拜 佛说你不拜那你就还俗 很多人不愿意拜 甚至呢就放弃了 说佛陀我不出家了 我没办法对这个守陀罗 那守陀罗说不用不用 佛陀说闭嘴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这就是佛要摸什么 众生要平等心 所以这里讲 以于众生心平等过 所以在佛陀的角度注意听 任何族群跟任何种姓的人都可以出家 有钱人没有钱人 好人坏人 只要你真的有菩提心要出家 当然出家要很谨慎 对不对 不管任何族群的 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人 或其他人 东方人西方人 所有任何 所以佛教没有种族歧视 从这里看 平等心 因为众生都有佛性 甚至佛有告诉你 只要你 虽然你以前很丑陋 是奴隶 可是你要精进的修行啊 你还能成佛的 再讲第二个例子 莲花色比丘尼 他这样 过去世呢 啊不对 他是佛陀度的弟子里面当中 最神通第一的比丘尼 你知道他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做什么 做妓女啊 他发愿 过去世 他神通第一 他出家 他被佛陀得度以后 他神通第一啊 因为第一 所以他常常保护比丘尼 但最后呢 他也呢 死于自己的恶业 被外道打死 那是恶业 那他 他为什么会出家 很有善根呢 是因为呢 他太喜欢佛陀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他刚开始是追阿南尊者 跟很多圣弟子的 他过去世呢 很不幸的 他很有善根 但是他发错了恶怨 他在佛塔里面供佛 香花灯果竹说 因为我要得到的天下最好的男人 通通都可以得得到 哎呀 大家不要发这个怨啊 男人太多了是很麻烦 女人太多了也很麻烦 结果他发了这个怨以后呢 他后来做妓女 他只要看上这个男人 他一动了念头 哎那男人就呼呼 温温颠倒了 所以佛呢 度了他出家以后 为他说不静观 他说你喜欢的是什么 喜欢我的头呢 喜欢我的鼻子吗 对我的身上都流出 都是不干净的 对不对 早上不刷牙的时候 是很臭的 上厕所拉出来都是大便 你喜欢的是什么呢 后来啊 林华瑟比丘尼啊 这佛一讲不静观以后 他就认真地修行 昼夜精进 他就证了阿罗汉国 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 佛陀在印度讲经的时候 最喜欢讲贪嗔痴的例子 贪是讲妓女 嗔呢是指 这个 对不对 对不起 他讲杀到淫妄 杀是指猎人 然后呢 称呢 还有讲屠夫 淫呢 是讲妓女 这三种人啊 在佛的角度来讲 他都有佛性 都能够学佛 当然要出家的话 那要很精进很精进 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一段话 对任何一个族群 任何不同肤色 不同种族的人 尤其遇到了所谓的 所谓的用人 或是落后或贫穷的人 你更应该要有平等心 不可以伤害他们 也不可以占他那么便宜 则能成就圆满大悲 圆满大悲把它画起来 代表你的悲心是有 但是太小 你是呢 小悲 不是大悲 还有一个你的心呢 不够圆满 你是初一的月亮 但是你不是十五的满月 第二个 请下面 以大悲心 有大悲心 随顺众生 满他的愿 帮他的困难 解决他的困难 鼓励他 帮助他 这样子 你让众生都欢喜的话 你就等于成就供养如来 这个比你拿香花灯果到佛堂里拜佛 功德还大 为什么呢 我昨天举个例子说 如果你真正知道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你对佛那么恭敬 现在你把一碗饭拿给一个狗吃 你也知道他有佛性 他是未来佛 你供狗的功德跟供佛是一样的 很少人敢讲这个话 为什么 这个话讲在华言经 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 为什么 你的心是平等的 一切众生 你能够圆满你的大悲心 佛要度众生 就是要让众生生生世世欢喜 解决他的苦难啊 接下来再看 好 结论 第四 三十页第七行 这里有一个字打错 在三十页第九行 身佛平等 请看幻灯片 应该打字他交换 对不起 那时候打字有误 对不起 请你改一下 不是两个都是身佛平等 请看经文 三十页第七行 对众生心 你常常生起平等心固 你和圆满大悲心 这就是极天菩萨 入菩萨行的 身佛平等 众生跟佛是平等的 所以佛教呢 是一切众生 都可以成佛的 不管他身份地位是如何 第二个 以清净的大悲心 常常的横顺众生 注意这里讲 横顺众生愿 里面 横是指 永远 顺就跟着他 但是要有智慧判断 听好 若众生做的是善法 你要顺着他 但是想要现在众生呢 你顺着他 结果他去吃喝嫖赌 杀盗淫妄酒造恶 你要顺着他 在最后呢 要转变他 你不能说 我横顺众生啊 好了 我朋友叫我去偷钱 我就跟着偷 不 那叫造恶业 你应该是跟着他 你告诉他 偷钱不太好吧 你偷了钱 这么年轻 你就被关到 国家的监狱去 被判刑 那是很丢脸的 而且你暂时抽到了钱 可是你为终身后悔的 所以做一个好朋友 应该先横着他 但是那机缘可以后 应该转化他 这个才叫横顺众生 这个叫做成就供养如来 这就是入菩萨行讲的 自他交换 所以下面我重复一下 桑爷经社 我学佛二十年来啊 我把整个菩萨道 归纳成为三个字 学习 关怀 跟奉献 Learning 英文第二个 Consideration 请你改一个字好吗 改成Care C-A-R-E 因为Consideration 我的目的是说 常常要考虑到别人 因为我觉得 现代人都不考虑别人 但Care的话 有很多英文字 Take care by yourself Take care是Care比较好 请你改一下 奉献是Contribution 所以那在家跟出家 我们要听六度波罗蜜之前 你应该常常 记得这三个字 我愿意学习 法门 无量事愿学 我记得在我的出家生团里面 师兄每个人的教育背景不同 有些师兄很精进 他修福修会 有些师兄呢 一问他叫他发心 一我不会 问你谁会生下来 什么都会的 星空法师 不是生下来就会电脑的 我记得我以前 奖金的时候 是用手抄的 2003年 我来奖金的时候 还别的联友 半夜帮我打PowerPoint 现在我自己会做 我还会拍照片 我还做短片 我也是在不断学习 所以在家出家 不会要学 你不要说 哎呀这个我不会 对不对 新加坡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 Just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日子 对不对 Just follow the law 对不对 对 所以世界上各地呢 都有很多人的人性 不会做就推 不会推 那就扯 拖 对不对 这样不是很好 我们佛教徒 注意听 你要修福修会 人家给你一个机会 去帮助众生 你应该很欢喜 你不会你说 没有关系 师父 没有 我愿意学习 你教我 起码你的态度是对的 不要呢 这样 像一个大西瓜 切一半 东推一把 西推一把 这个我不会 那个我不能 那我跟你讲 那你就不可能成佛了 很难很难的 所以要不断地学习 第二个 学佛的菩萨的弟子 要常常想到别人 不要那么自私 有些人他虽然学佛 很精进 还会念佛 对不对 我记得常常 我常常说个笑话 在台湾有很多联友啊 老菩萨们没有听经文法 很可惜 法是很多功德的 我就真的亲自看过一次 有一个老菩萨 他呢 他在宋谱门体 他很精进哦 拿着沐浴 这样念念念念 一下课的时候呢 他的孙子回来 阿婆我回来了 门一关 广书是你啊 你不知道我最惊叫 哦 他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坏孙子 你不知道我在念经是吗 经是这样念的嘛 我想观世音菩萨都会掉眼泪 他念佛门品啊 对不对 在家孙子好不容易回来 跟你打声招呼 当然可能打招呼 当然可能打扰你 你可以说等一下 我打个招呼 你先去吃点心 立刻称心就起来 这是什么 根本不会关怀众生 那是很难往生净土的 为什么 他虽念普门品 以普门品来讲 进未来季呢 中得度的原因 第三个要想 佛弟子 在家出家 对这个社会跟国家 有什么贡献 这很重要 尤其六度波罗蜜 不是关起来修的 要真正在众生当中去实践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人友 不论在家出家 以你的精神体力能力 每个人的条件不同 但是你要常常学习 法门无量事愿学 事出事间都要学 尤其呢 要有常常关怀众生的心 第三要常常想 我这一生能够对佛教 有什么贡献 接下来可能有老菩萨 又来会课了 要跟我抬一看 说师父你讲得很好 我老啊 对不对 七十几回呢 七十多岁 人生七十日才开始嘛 不是中国的话这么讲吗 对不对 你要讲 生老 生不老 你的心 注意听 你的心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年龄虽然大 但是也可以充满了活力 跟年轻人处在一起 你不要告诉我说 哎呀这个我不能 哎呀那个我不会 哎呀我心脏不好 哎呀我脚没力 那你要见佛就很难咯 对不对 所以 不要有年龄的限制 事实上你的心 是没有年龄障碍的 你的怨心是广大如虚空的 好 接下来看下面经文 二十九页科判 第十三行 几三 上次讲 因为 几一因地是以 法空性解剥的 几二是祝缘 以三种大悲相依 三者大悲相依 今天讲几三 好 那我修学 波尔波罗蜜跟六度波罗蜜 最后得到什么结果呢 请看 十八颂 得到五等觉 立设诸众生 制度为母故 大人能奴士 意思是说 我要得到 无上正等正觉 因为他祭颂 叫五等觉 事实上 无上正等正觉 要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话 他要发广大的愿 去帮助以及 射受一切众生的 在帮助众生当中 最重要先要有智慧 所以智慧为母亲一样 这样有智慧的人 他就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叫大人能如是 看十九 由得到智慧的缘故 所以他能够以智慧 引导六度波罗蜜 而成就诸佛的本体 所以波尔波罗蜜 称为 一切诸佛之母 圣仙之所说 听到这里不是指仙人 圣仙是赞叹什么 释迦摩尼佛 叫大仙人 因为在印度当然 他觉得你修得非常好 已经从人 打坐于且修到 你身体虽然在这里 但是你的心是在天上的 所以叫做仙 这不是道教的仙 很多道教的人看到 你看你们佛经里也有我的道仙 才不是这个意思 不可以依文解义 圣仙是指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请看下面 何以故 波尔波罗蜜呢 因为他有下面五个特殊的功德 第一个 不与声闻跟独觉共 所以叫波尔波罗蜜 换句话说 菩萨 他所学的波尔波罗蜜 比阿罗汉 阿罗汉所学的空性是要深的 这一点各位联友 希望你要有信心 虽然我学南传北传藏传 听好 南传假如有一个人 证到阿罗汉国 是圣人 当然很好 非常非常好的 假如现在有个阿罗汉 或阿南尊者 或加塞尊者来的话 我一定会给他顶礼 因为他是圣人 可是各位联友 你也不要小看自己 你是初发心菩萨的凡夫 阿罗汉 看到你也会合掌 他会想 哎呀 我都不敢度众生啊 你敢发众生无边誓愿度 这是他们不敢发的 就算有些佛的圣弟子 十大弟子也度众生 但是他的悲心愿力呢 是没有像菩萨摩合萨 没有像观音文殊普贤 地藏这么广大无边的 所以我们发了菩提心 我们虽然现在是凡夫 但是我们菩萨戒 受菩萨戒或发菩提心的功德 是大过于身文 跟独觉的 这个是般若波罗蜜 射受的教法 第二个 余上更无所应知 就没有比那个更债 更昭越 更殊胜的 所以叫般若波罗蜜 表示他是最高的 第三 这个智慧可以让你从生死的 这一案到达另外一切的彼岸 所以叫般若波罗蜜 第四个 这个般若波罗蜜是 连佛教徒没办法超越 连外道也没办法超越 在这里我公开回答一个问题 有好几位联友 在双林寺以及这边找我 说师父 我家人很不幸被人家下降头了 降头知道吗 就是泰国啊 斯里兰卡 印度尼西亚 就是对不对 不管你的生成八字啊 或是拿点头发啊 就是甚至拿点衣服啊 就帮你下降头 尤其很不幸的 有些夫妻呢 因为被人家下降头 结果她的老公就外遇了 哎呀 这个是很麻烦很麻烦的 怎么办 念大悲神咒 每天念二十一遍大悲神咒 你很认真的念 拿一杯水 供观世音菩萨面前 然后呢 不要用这个供茶杯的这个水 直接喝 这样不太恭敬 因为这个杯子 是供大悲观世音菩萨 把它倒到自己的家里面的水壶 不管你的老公小孩 知道不知道 那你就倒进去 他们就喝个大杯水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拿这个水 家人不在的时候 撒净 然后呢 你也撒在你外遇 或是呢 被伤害众生 他的衣服或房间 你要很认真很真的念 不是念一次 念三个月 你的先生 或是你的太太 或家人不幸 被人家下降头的 就会破解 相信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是胜过一切外道的咒语的 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方法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有些众生是很自私的 很没有慈悲心的 为了得到利益呢 甚至呢 在真名夺利呢 想穿主管的时候 对对方也下了降头 这是不好的 听好 你下降头 来一辈子 你就会被人家下降头 可是众生很苦啊 他很颠倒很愚痴啊 他就得到利益先优先 所以注意各位联友 你的生日呢 国历的 农历的生辰八日 不要亲自给别人 这是的确 我再讲一个 更丑陋的例子给你听 我的爸爸是一贯到 我要出家之前 他也下降头 没下完 他当然知道 我的生辰八日 对不对 那时候我要出家 我每天念普门品 念地藏经 我求观世音菩萨 当然我爸爸呢 有点舍不得 他是一贯到的 然后呢 他就开始这样 我刚开始不知道 我妈妈告诉我的 对不对 对 我妈妈当然是 站我这一边嘛 对不对 然后因为我妈妈 也是前程佛弟子 他说你爸爸 每天这样 我都在这干什么 道教的画幅啊 或是外道的降头 他呢 一辈子他都很自豪 他这样 都很有用 那天呢 对儿子 没用 为什么呢 我念普门品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所以我出家了 出家的时候 他还是舍不得 我说你修你的道教 我修我的佛嘛 看谁先成佛 都不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 很多的众生 遇到苦难的时候 你要相信佛法 念二十一遍大悲神咒 连续念三个月 不要中断 你可以听CD念 也可以自己念 然后呢 把大悲水喝下去 也可以灿除你的障碍 甚至在家里撒尽 要相信 假如你能够找师父做 可以 自己做也可以 听好 你也有大悲心 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悲神咒 是九十九亿克 恒河沙节 这个 的诸佛 所弘扬的法门 当你念完以后呢 你再念三遍 跟七遍的 般若心经 所以这里讲四 般若波罗蜜 是能够 余无能胜者 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的外道 是敌不过佛门的 大悲神咒 或楞言神咒 你要楞言咒 也可以 不过楞言咒 比较长 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 是念二十一遍的 大悲神咒 是最好 但是要念三个月 第四五个 三世平等故 名波尔波罗蜜 是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都平等修学故 第六个 波尔波罗蜜的体训 像虚空一样 是无边的 是平等的 所以叫 摩赫波尔波罗蜜 所以各位要学 平等心 而且假如你不幸 遇到人家降头 你还发愿说 波尔波罗 他很愚痴啊 因为愚痴呢 所以他伤害众生 希望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我反而能度他 这样的话 你家人呢 不管是呢 外遇的 或遇到灾难的 或风水的 不好的 慢慢慢慢慢慢 他就改变 听好 各位联友 你也不要呢 像佛教 素成主义般一样 今天念明天就有效 没那么快 为什么 你的业太大了 业不单单是今生的 过去生也有 很多人呢 夫妻会不合适 因为你按照 十善业道经来讲 是过去呢 你犯了邪淫 不清净的业 所以让你今生啊 你自己的业力 很不清净 所以要有耐性 接下来再看 如是等 三十页二十行 如是等圣音源 如波耳波罗蜜中所说 故名摩合波耳波罗蜜 好到这里 已经说完 菩提出资粮 就是摩合波耳波罗蜜 昨天到今天 讲了一天半 这很重要 第二个我们看 叫做第二资粮 请看经文 甲三 三十页第二十三行 甲三 五度波罗蜜 叫做第二资粮 分二 起一总说 请看寄宋 师界忍静定 即此五之鱼 皆由智度固 波罗蜜所舍 说不失 师界忍入精进禅定 以及所有五个所包含的 包含的是什么呢 愿 立 智 愿立 智 方便 这后面会讲 就是十波罗蜜 就除了这五个之外 后面都通通包含在这第二句里面 这都要有波耳波罗蜜 智慧去射受 几二 别显 分六 各位请把这个六改一下 好不好 改成十 我再讲一遍 几二 别显 分六 这个六改成十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编第二卷的讲义的时候 发现 它除了六度波罗蜜 它还加上 善巧方便波罗蜜 愿立志 这配华严经 十地 所以事实上 这个别显 应该是讲 十波罗蜜 才对 更正一下 接下来再看 丙一 三十一页 丙一 布施波罗蜜 分二 这个二请改一下 看幻灯片 打字错误 应该分三 丁一 才师 丁二 法师 丁三 二师 无浊 也有补成 叫无畏师 先看幻灯片 我讲重点 好 布施 听好 是要断你的什么呢 奸贪心 吝啬心 我们反过都很吝啬 为什么 生命很苦 很多不了解佛法的联友说 哎呀 我这么辛苦啊 对不对 赚了这么多钱 我看到庙里面 干嘛要布施啊 对不对 布施 我不是就没有钱了吗 错了 布施 越多福报 还有很多联友呢 说 哎呀 我到庙里去布施啊 五十块心病 哎呀 有点后悔 早知道二十五就好了 布施以后后悔 功德变成打一半 所以听好 你布施之前要先想 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多少 所以 布施是要断你的贪心 跟吝啬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肯布施啊 冤金在主啊 才不会有障碍 第二 你动个念头啊 才会满你的愿 你看看哦 你在公司行号工作 有些人很有福报 他申请什么project 他一申请 老板就同意了 有些人呢 日以继夜工作啊 对不对 很努力到最后呢 刚开始都会 到最后一关 Sorry We don't have a finance You should help yourself 对不起 我们在最后一关 整合呢 我们不够的经费 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为什么 福报不一样 那同样的大家都在工作 那同样的大家都在工作 为什么有人福报 有人没有福报 答案是 你没有神通 你没有看到他过去 布施的因很多 各位知道台湾有个王永庆吗 对不对 很有名的 对不对 他也是呢 事业做得很大 他在台湾呢 还开呢 长庚医院 现在还看养生村 他救过很多人 你知道吗 他在台湾 我前一阵子看到 我们有成障人员 知道吗 助听器 助听器知道吗 你们到底懂还是不懂 对不起 因为我不知道英文 助听器就是说 这老人家听不太懂 他按一个机器在这边挂着 然后你讲的话呢 他就听得到 这叫助听器 你知道吗 他一次供养 两亿台币 两亿台币除以二十 多少 大概是一百万新币吧 一千万新币 还是一百万新币 你看 他一次供养就这么多 而且呢 他只要人民真的有空 去调查去登记 真的他确定你需要 他就给你免费的 所以你看人家就有福报 我们呢 不是 我们是要做功德之前呢 还有红包分三个 算一算 这个收起来 那个收起来 一小小张就好了 你看我们的心量 就是这么小 所以 布施是希望要断你的贪心 要除 你的冤亲在主的障碍 还有呢 你一切心满意足 还有一个 布施佛菩萨 跟三宝是我们的功德 注意听 这一段 我昨天说过 佛菩萨不需要钱的 观世音菩萨他还不需要钱呢 他功德力很大呢 你每天呢 还去拜他 对不对 他一毛钱都没拿到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 观世音菩萨面前拜呢 注意听 观世音菩萨过去也是 按他的老师 在他的老师叫 古观音如来面前 发愿 供养 所以因为他的老师 让他供很大的福田 所以他成佛 接下来他成佛的时候 也让后面的众生 跟他有缘的呢 礼拜供养 因为这供养的功德 而成佛 为什么呢 在《入菩萨行论》里面讲 如果众生没有所缘境 他是生不起这个心的 注意听这一段 什么叫所缘境 举个例子 晚上现在突然 假如说我们现在讲经 比方说突然停电了 停电了 第一个你要想什么 就找手电筒 或者呢 你第二个呢 你就想说 开关去检查一下 电线有没有 所以当黑暗出现的时候 你没有光明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个 所依靠的东西 手电筒让你拿 这叫你才找得到光明 或者拿到手电筒呢 你去找到蜡烛 蜡烛点了以后 它就有光明 所以听好 这叫所缘境 众生呢 心很散乱 没有福报 他要看到 庄严的佛像啊 他还要生欢喜心 拿花 拿香 拿蜡烛 拿香花灯果 去供养 这个才叫做 布施的功德 所以对佛 叫供养 对一切的众生 叫做布施 了解吗 所以事实上 我们要想 佛菩萨 是让我们种福田的 所以请看 丙一 不施 波罗蜜 名为波罗蜜 就是要跟智慧相应 分三 叫做丁一 才师 丁二 叫法师 第三个 叫二师 无着 不执着 或叫做 无畏师 好 才师 简单得到 大富大贵的果报 法师呢 像谁呢 像老师们 老师们每天 用世间的道理 教人家 我出家的法师 讲经做红法 这叫做得到 聪明智慧的果报 第三个 又叫无畏师 无畏师是指的 医生跟护士 或药剂师 帮人家的忙 救人家的命 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 这三个果报的 因都不同 所以果也不同 第一个才师 你看有些人呢 做房地产 他就会发财 他福报很大 像刚刚我们讲 王永庆 你知道吗 他生意做得非常好 他什么投资都成功啊 因为他一捐钱 都捐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以他才师圆满 对不对 第二个法师 就是呢 你要用啊 佛法的道理 或世间的道理 去鼓励人家 劝人家 像老师 老师每天呢 都教人家 所以他就得到 聪明智慧的果报 有些人很有福报 长得圆圆肥肥的 可是呢 没什么智慧 那有些人是有智慧 又有福报 是最好 可是很不幸 有些人是有福报 有智慧 但是身体不太好 每天病奄奄的 这没有 第三个 没有 没有 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里面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在新加坡 你要过马路的时候 你看到老公公 老太太 你很慈悲的帮助他 牵他走过去 这不用钱啊 这个就叫无畏失 因为为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会老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 做捷运怎么样 我们现在在台湾 做捷运 MRT 推行爱心运动 爱心 就是要礼让老人家 老弱妇孺 我曾经遇到一个年轻人 做捷运很多人 就坐在那边 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问他说 年轻人 这个位置呢 是老弱妇孺坐 你怎么不让给 你旁边那个老阿婆坐吗 他说 我买一样的票啊 他自己不会去坐计程车 对啊 他说我补习很累的呢 就转个头 就这样打瞌睡了 他就不理我了 我想哎呀 现在众生实在 他都没有想到 他也会老呀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修 自他交换 是不算是现在 你要想 你有一天也会老啊 无畏不失 不一定要花钱啊 当你搭中车的时候 你能够让老公公老先生坐 你看万一紧急刹车的话 老公公老先生 他是会跌倒的 你如果让他坐的话 你可能少掉呢 发生很多的意外的 所以财师呢 所以财师得大富大贵的果报 法师得到聪明智慧的果报 无畏师呢 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 这三个都要去重阴才会有 先让我讲一段经文 让我讲到九点十分 请看经文 三十一页第四行 始终 陀那波罗蜜 就谈那波罗蜜 为第二菩提之良 以波尔波罗蜜为前导 菩萨为了菩提 而欢喜心愿意布施 所以布施 十戒人入等 五度或六度 为第二菩提之良 于众生起他 生起他生意乐 生起他生意乐 就是生起愿意 帮助众生的这个 欢喜的意乐 就是happy mind 这个叫做因为布施 并不是为了做苦 所以希望自己不要受苦 也希望众生不要受苦 所以有两种 叫财师与法师 请看补充资料 布施之后不要后悔 第一在杂安寒经里面说 佛对圣地子说 布施要分四种 举一个例子 我用一百新币来比喻 你们会比较懂 因为你们是新加坡人 一百新币乘以二十 或二十二 对台湾那两千新币 好你只要有一百块新币 你要分四类 第一份要自己用 生活费 生活费包含你自己 还有要供养爸爸妈妈 要孝顺父母 妈妈 爸爸妈妈 生养你很辛苦的 供爸爸妈妈的功德 等于供佛的功德 无二无别 所以做佛弟子 要孝顺爸爸妈妈 你不可以让爸爸妈妈 到世间去乞讨 或是不给爸爸妈妈饭吃 那这样的话 你将来呢 是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佛经讲 人道有亏 佛道难成 第二 一份呢 经营事业 你要做生意 你做生意呢 总要周转经 你要留二十五新币吧 第三呢 一份要偷偷的藏起来 叫藏密用 不要让人家知道 这是紧急费用 至于老公跟老婆 要不要知道 那你回去就好好 整编细语 好好谈一谈吧 这个是你们的事 第四份呢 要来做功德 过功德里佛里面讲 功德又分两个 第一个 供养三宝 第二个 救济贫穷的人 我再讲一遍 基功德要一份 供养三宝 二十五新币又除以二 那什么样 十二块半 你也供养三宝 十二块半 去救济贫穷 或医疗的人 为什么呢 听考 全世界不管佛教徒 跟非佛教徒 都要从因缘果报 去做 佛没有叫你 全部钱都拿来 对不对 很多佛教徒说 哎哟现在各个寺庙都建得很兴盛 我们呢 这个荷包越来越小了呢 我的心脏呢 越来越不好呢 没有 佛告诉你分四分之一 一百新币里 四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五块呢 还要基功德 基功德里面有分两份 一份呢 是供养三宝 一份是救济贫穷 你看看 全世界都有很多很多的演艺人员 对不对 他们呢 很多都喜欢做什么 慈善演唱会 他一捐的都是一百多万 一千多万的美金 他虽然不是佛教徒 注意 他建到 这个所谓的孤儿院 或是全世界的世界展望会 或是救South Africa的人民 或是建医疗基金 或是建了慈善机构 他福报还是很大的 所以为什么他割心 他福报很大 他又懂得修福 所以他福报功德就更大 纵使他不相信佛法 我告诉你 他福报还是很大 为什么呢 他按照这个因果的定律去做的 了解吗 好 所以布施之后不要后悔 因为后悔功德会减一半 接下来再看 大乘本身心地观金 第四的验蛇品里面说 有一个长者叫远文长者 他听到佛讲经以后呢 他就把家里的财宝分四份 第一份 长求利息 就很好的储存 储存起来 有利息 供养家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爸爸跟先生 第二 以冲随日 供给所需 就是万一呢 临时状况的要用的时候 他也能提供 第三 他特别布施给孤独的老人 或贫穷的人 然后修来世的福田 第四 他甚至很好心 他亲朋好友当中 中亲当中 或者在这个城里面呢 往来过路的人呢 有经济困难 他还是真心帮助人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们佛教徒虽然要帮助人 但是你也要有智慧 有很多人也曾经来跟我 complain 他说 哎呀师父啊 我借了我叔叔 我舅舅啊 一笔钱以后 肉包子打狗 有趣就无回了 那怎么办 我是当初你要借他的吗 假如你真的要借他 你要讲清楚 正是要写document 就是是借 你要不要还 我们佛教徒 要有慈悲心帮助人 但听好 所有的众生啊 一宗命养百样人 他的心是很复杂的 假如你要预防 别的人来烦咬你一口 或是来占你便宜的话 那你又要paperwork 就最好要有签章 要写清楚 知道吗 这是佛教徒要懂得保护自己 不是呆呆的 人家来骗我的钱 我就给他 不是的 所以这个远文长者 因为这样 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有福田 而且他是佛的大弟子 也是佛的大功德主 释迦牟尼佛就赞叹他说 他不但帮助别人呢 还很有智慧 广度众生 我们继续看 布施波罗蜜 科判 丙一 布施波罗蜜 分三 丁一 财师 分三 悟一 共识 悟二 不共识 悟三 小节 昨天讲到三十一页 第十四行 今天从三十一页 第十六行开始 悟一 布施昨天说过 不要生后悔心 而且你的财产分为四份 而能够供养三宝 接下来再看共识跟不共识 请看龙树菩萨的菩提资量论里面写说 悟一 财师 共识 财师有两种 叫共识不共识 共识里面又分两种 一个内 以及外 也就是说 若布施你自己的身体 至身知节 或全身布施 这个叫做内施 待会我会举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外施 就是你所拥有的 布施 你的仆人 男女仆人 或妻子 或是子妾 还有布施你的二族 或四族等 这个叫做外施 请看 还没有看寄送之前 好 我先说释迦摩尼佛 因地里面 他非常的精进 他常常为了求法 他利益众生 他可以是连自己的生命 都是舍的 这个各位要好好去思维思维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佛法 都是释迦摩尼佛用生命 来救度众生 而取到的无上佛法 释迦摩尼佛过去世呢 在本圣经里面他讲 他当过这个妙色国王 他成立 同理的整个南瞻部州 他很有广大的功德力 他想 我虽然很有种种的珍宝受用 可是我从来却没有用佛法 去帮助过众生 这时候他就觉得呢 虽然我帮助众生 他的吃穿都没问题 可是接下来应该让佛法 才能够帮助他们 各位一公联友可以请坐下 没关系 所以这时候国王就发愿 下令说 南瞻部州 若有谁能够为我说佛法的话 他想要什么 我一定都满他的愿望 这时候呢 可是呢 他虽然贴了公告 没有人却能为他说法 他内心感到很苦恼 因为他知道 世间的财富呢 是短暂的 王位呢 也是无常的 可是唯有得到佛法 才能究竟解脱 有一天 天上的毗沙门天王 为了观察他的发心 就变成一个很恐怖很恐怖 专门吃人的夜叉 夜叉就是晚上的 那个夜里面出来的鬼 而且这是专门吃人肉的 他就来问说 到了王宫门口说 想要听佛法的呢 可以向我请教 国王听到了 就非常的欢喜 打开大门 赶快夜叉请坐请坐 到了王宫里面呢 他就给他最好的宝座 请他坐上去 然后呢 他向他鼎礼 然后通知的大臣 眷属 所有的人 通通呢 到这个夜叉面前 来听闻佛法 这时候夜叉就说 闻佛法怎么那么容易呢 对不对 你不是说过吗 只要你听到佛法的话 我什么要求 你都可以满足的 这时候他就说 好 可以 我想要把你漂亮的王妃 送给我 还有那可爱的王子 太子 还有公主 通通送给我 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一顿 那你肯吗 这时候呢 旁边的人就说 国王不可以 不可以 这夜叉看起来这么可怕 他真的会为你说佛法吗 这时候呢 这个国王呢 他没有尖动他的道心 他为了自己的道心啊 求佛法 他对夜叉说 假如你能真实为我说 真实的佛法 而让帮助一切众生的话 我的妻子呢 还有妾啊 还有了王子跟了 太子啊 跟了公主啊 我通通都可以供养给你 没有问题 所以任何人都没办法阻挠他 但是他说 假如呢 你得先说佛法 你说了佛法以后呢 我再供养你 那这时候 夜叉就说了一首记子 请看幻灯片 他说 横洗行不失 横受清净戒 精勤修善法 以智得胜法 他说以欢喜的心 来心不失心 而且要在过去 现在未来诸佛之前 得受清净的戒法 而且学习到佛法以后 他要昼夜精进的修学善法 最后以波尔波罗蜜多的智慧 得到超过天上人间 最殊胜的妙法 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当国王的时候 听到非常欢喜 他欢喜的那一刹那呢 他立刻就开悟了 而且呢 他还叫呢 王公大臣 把这个记子呢 抄下来 遍满南瞻部州 每一个石柱上 每一个山上呢 然后呢 都刻上这首记诵 这时候呢 他就说 我谢谢你告诉我 过去所讲的妙法 这时候我应该把 妻子儿女 如我所说的答应 供养你了 当他呢 就把那时候他的太太啊 跟那个小孩 还是不太愿意说 对不对 可是他呢 决定了要供养他 供养他那一刹那之间呢 这个夜叉就 现到变成 毗沙门天亡生 而且对国王顶礼说 善哉善哉啊 国王你真是有菩提心的人 你虽然认为人间的国王 可是我们连天上的天王啊 都比不上你的 你能够把 为了求无上的佛法 就把自己的太太 跟一切的东西都布施 其实这是很难得的 希望你成佛的时候 不要忘记来度我 这时候呢 当然他就把太太还给他 他说刚才我只是幻化的而已 第二个故事是 释迦摩尼佛恳心舍自己的身体 做一千盏的灯 大家可以看海印寺前面的这个灯 大殿的灯 释迦摩尼佛呢 曾经把舍身啊 做一盏一千盏的灯 供一切的诸佛 在无量节里面 释迦摩尼佛曾经当作 南占部州的国王 他统领很多小国 具有慈悲心 有一天他就想说 谁能为我宣无上的佛法呢 我愿意把所有的财产 牧师给别人 有一个婆罗门 叫做利德吉 闻到的就说 我心中有佛法 国王你真的想佛法的话 那你必须以你的身体啊 供养一千盏灯 你供养我 以及供养你切诸佛 我才为你说法 这时候呢 他听了以后呢 所有的人啊 都非常的紧张 然后啊 国王到处贴布告说 七天以后 我就会把我的所有的身体 一个一个这样割下来 然后做成灯 来供养 请大家来听闻这 无上的妙法 结果 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国 大家都说国王是白痴 然后呢 大家说 这个啊 这个 陀罗门啊 一定有不好的企图 我们的国王啊 既然啊 会变得迷惑 所以他们很紧张 这时候呢 王妃跟将来继承的太子 跟着大臣 都祈求了国王说 国王啊 你不要匆忙的做这桩事情 可是国王跟他说 我能够度你们将来成佛 这些布施是值得的 说完了以后呢 国王真的呢 就先把肉啊 这样子割开来 然后一个一个碗 他已经准备好 碗肉割出来 放在灯里面 然后他就点一盏灯 然后就开始发愿 然后呢 他插入以后 他就说 婆罗门 请你先为我说法 说完法了以后呢 我自然就会供养身体 不然我肉刮光了呢 我刚才就听不到佛法了 后来婆罗门说 好 我现在为你说法 他就说了另外一首祭颂 叫做 积记必尽 高记必堕 聚记必散 生记必死 意思是说 积得太满的话 像水一样 有一天一定会溢出来的 爬得太高 有一天一定会掉下来的 当年因缘聚足的时候 它就散开来了 因缘散的时候就散 因缘聚足的时候 他就一定聚足 但是没有一个人 可以逃过生老病死的 后来国王听完以后 他非常的感动 可见释迦牟尼佛 他是有菩提心的人 所以他听到以后呢 就发愿说 好 我希望追求无上的佛法 我现在共一千盏的灯 愿一切众生消除无明与黑暗 愿一切众生满他的愿 也满自己的愿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然后他就共灯了 所以注意听 他共灯的时候要发愿 所以这时候呢 国王发完愿以后 大地六变震动 天上呢 这个玉天曼陀罗花 天上的天人呢 以及连地势天都拿花 来供养这位国王说 善哉 善哉 国王 你不怕肉体的痛苦 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 然后呢 你完全地舍身 他就第四天就问国王说 你真的不后悔吗 他说 我不后悔 我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 这个身体有一天是无偿的吗 对不对 我绝对不后悔 第四天就故意考他 听说你不后悔 可是我看你的身体都在震动啊 这时候国王就说 我绝对不后悔 他就发愿 从现在进未来季 我利益众生 我永远都不后悔 而且假如我的话是真实的话 我刚才割了肉的身体呢 全部都恢复为完好如初 这时候他一讲完了 所有身上的肉就长出来了 他还是一样向好庄严 这个就是西加摩尼佛叫做 以身供养做千灯 然后来发愿广度众生的例子 讲这些例子可以让你知道 佛法讲的布施 不但是是外财的你的财物 车子 金银珠宝 项链戒指 因为内在的你的这个 一切的身体也能布施 但是昨天说过 布施是因为要对峙你的贪心 所以是要斩断你对外在的贪心 跟执着 以及内在的对身的执着 再更深一层 注意听 布施真正的意思 是要把你的烦恼 妄想 贪嗔痴的烦恼给布施掉 这个才是他真正布施的意思 而不单单只是计较外面的东西 我做了多少 而是要把自己身里面的 身体内心里的贪嗔痴也给布施掉 所以佛 他知道身体是无常的 他可以做这种苦行 当然听到这个故事并不代表现在 好 明天你们就可以割肉了 你的肉割下来 不一定别人会吃啊 对不对 人家会闲得你没有洗澡 肉是臭臭的 这个目的是我们要学 释迦摩尼佛完全能舍的这个精神 好 请看济送 二十一送 各位都有讲义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直接翻译 第一 三十一页 第十九行 二十一送 饮食 你拥有最好的饮食 背服 就是你的背乳 还有衣服 都应该要布施 也布施 这种花 曼 灯 墨香 与 图香 和音乐 注意听 各位为什么要布施 注意听 看动物 现在一个狗 看到食物 它就吃了 看到猫 它就抓老鼠 抓到了 它就吃了 可是它只会怎么 生存跟繁殖 我们人类 尤其是佛弟子 跟一般众生不一样 是我们有惭愧心 第二个 我们还要有供养心 这两个很重要 所以当你不管是在寺庙里吃饭 或是在外面吃饭 对不对 当你吃饭的时候 你都想 我们吃饭不像基督教 天主教说 谢谢上帝赐予我食物 不是 反过来是 我今天努力 赚来的这个食物 我要供养一切诸佛 上供一切诸佛 下观想要供养 布施给一切众生 所以当你人家 送你一个包子的时候 你也应该拿着包子 不要 就叫咬下去了 那太没有功德 你应该先合着讲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假如你受过菩萨戒的话 能够念呢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静十秒钟观想 你这个包子变成一个 变七个 七个变十个 十个变无量无边 就像云一样会旋转 供一切的诸佛 你也观想这个包子变成碎片 供养一些蚂蚁 虫 还有鱼 还有狗 跟猫 这样观想完了以后 你才可以吃东西 这个有什么大的差别 注意听 龙叔菩萨的菩提 资良论里面呢 讲广大的菩萨行 那我们第一天就说过 要学波尔波罗蜜 你学了波尔波罗蜜以后 你修六度万恨 你的发心跟人家不一样 那结果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凡夫得到任何的食物 是自己赚来的 或是努力的 你都可以供养 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积聚功德 这是很重要 所以早上供养 中午供养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晚上也可以供养 在南传里面 虽然是晚上不吃饭 但是大秤跟金刚秤 晚上都是供养的 还有一个 那供的时候 是不是昏的也可以供呢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不是你自己的杀生 你看西藏拉玛跟南传的人 他们的鱼跟肉 一样是念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当听好 听清要听清楚 我不是叫你 去喊戏杀生 而是说 你现在拥有的食物 比如说呢 新加坡有很多 Shopping Mall 下面有 Food Court 你叫了饭菜 叫了完以后 你应该 有些场所 你可以合掌 有些你可能跟基督徒啊 或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不方便合掌 没有合掌 没关系 心中合掌 十秒钟 观想一下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所以这样的话 一天你就积聚了三次 广大的资粮 听懂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作为佛弟子 要每天做 你不要说 管他的 先吃了再说 你吃完就没有供养了 你就没有功德了 所以 甚至人家给你一个包子 人家甚至呢 人家给你一个很好吃的水蜜桃 或苹果 请你吃 你不一定要合掌 但是你拿着 你心里十秒钟 念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这样子的话 你每天啊 都在聚聚无量的功德 为什么呢 我们一天当中 花掉最多的时间是什么 各位看一下 二十四小时 你二十四小时是什么 八个小时睡觉 八个小时做工 对不对 你就花掉十六个小时 还有八个小时呢 四个小时逛街 两个小时 讲手机电话 对不对 你真的还有两个小时做什么 偶尔看看电视啦 看看佛经 DVD啦 对不对 偶尔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或归命三宝 或释迦摩尼佛 所以你真正用功 不到十秒钟而已 不 十分钟而已 对不起 十分钟而已 十分钟怎么跟 二十三小时 五十分钟比呢 所以我们凡夫的烦恼 是很出众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训练我们的心 像流水一样 河流 上游 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凡夫 没有学佛法人 他的河流都是肮脏的 天天都是流肮脏的 那有学习佛法的人呢 会肮脏的水呢 流流流流 慢慢慢慢进化 会变成清净的水 甚至呢 水上面呢 还掉落了供养花 所以 你要学着 从明天开始 当任何时代 不断三餐 你在吃的时候 像小朋友吃巧克力 吃布丁前 你也应该献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谢谢爸爸妈妈 给你巧克力 不要一看到巧克力 哦好吃 就吃掉了 吃掉的话 你没有积居功德啊 你将来要有钱 赚钱在买巧克力的时候 你也忘记供养三宝了 所以作为一个佛弟子 听好 任何人给你东西 你应该修广 修供养 这是布施波罗蜜 这个不用花钱 是用你献钱的东西 加上观想跟发愿 让你积居之良 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在某些场合 不方便合掌 你就不要合掌 可以是合掌 你就合掌 没有关系 第二十二 或布施很 各种美味的食物 或医药 人生病的医药 都很重要的 或是呢 他这老人家 给他一个很好的靠枕 或是呢 我们去看病 其实我觉得 看病啊 现在人都喜欢买花 其实我觉得 花省下来吧 你可以买一束花 一朵花可以 这是世间的礼俗 你可以买一下 他真正需要的 有些看病的人 很喜欢吃水果 有些看病的人 你买维他命C 有些看病的人呢 你买好的果汁 给他喝 我觉得这个 对他身体才很重要 最重要 假如说 你看病根本不知道 要买什么东西给他 那就要包一个宏观公吧 大红包给他 因为他知道 他要买什么 所以我觉得 现在佛教 听好 有很多东西要改变 改变什么 不要做表面的东西 比如说 开光大典的时候 这么多人送花来 对不对 有些花太浪费了 只要呢 你可以呀 佛钱梁术 很庄严的花 让人家随喜功德 剩下的钱 什么 省下来做教育基金 医疗基金 还有大殿里面呢 挂一个匾额就够了 不用挂很多很多很多匾额 挺好吗 所以我们像我个人的习惯 任何佛教里面要送我的礼物 我通通都拒绝 我不好意思说 请你打折变成宏观工给我 这好像太难听了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你供养这个是最好的 为什么 我可以做医疗布施 我可以做教育基金 我可以做网路基金 我可以做弘法基金 可是我们中国人常说 哎呀这样不好看啊 不庄严啊 不好意思 就是一定呢 要送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我觉得很可惜 对不对 紧记不紧记 我们佛教要讲啊 你要送有用的东西 再看幻灯片 二十三送 男女与妻妾 就是有些呢 男女是指你的仆人 古人呢 帝王是三宫六院 七十二兵妃 乃至于奴仆 你的仓库里的东西 或是庄稼 各种军营珠宝 还有公妃财女 财女是宫殿里面跳舞的歌女 你都能够欢喜不失 我心里面跳舞的歌女 都能够欢喜不失 我心里面跳舞的歌女 有什么意思 我心里面跳舞的歌女 有什么意思 我心里面跳舞的歌女